那爱宝多次爬树搜寻福宝的气息 才明白他有多爱自己的大女儿 众所周知爱宝是不喜欢爬树的 但这天他刚出外场就直奔福宝的大树 拖着笨重的身体费力地爬上别墅 仔细闻着女儿福宝留给自己的心 或许是意识到孩子即将离自己远去 爱宝伸手不停抚摸福宝的名牌 好像要把女儿的气味牢牢记在心里 虽然熊猫不会说话 但他们什么都懂 爱宝上一次爬树是在那场闻到福宝的气味 看到防滑胶上的牙印就知道女儿想爬树了 一向乖巧的爱宝爬上树帮福宝一起咬 虽然妈妈不在身边 但妈妈希望你们开心 第二天福宝营业时闻到爱宝的气味后 高兴地仰起头用后背使劲蹭防滑胶 因为他知道了最爱的妈妈没有忘记自己 要知道福宝小时候 有次爱宝听到了乐宝的声音 感觉危险的他叼起福宝就四处躲藏 甚至还用身体牢牢护着宝贝女儿 而当福宝和双胞胎妹妹隔门相遇的时候 他闻到陌生气味非常愤意 两个妹妹吓得想要逃离却都不敢动 直到爱宝来到姐妹俩身边 福宝闻到熟悉的气息后声音变得无意 似乎告诉妈妈自己很想她 爱宝听到叫声也没有应激反应 因为他知道门后是自己最爱的女孩 可见爱宝福宝从未忘记对方 福宝刚出生时爱宝不吃不喝照顾孩子 即便背部长时间藏在栏杆上摩擦发炎了 爱宝也舍不得放下怀里的孩子 这或许就是母爱可以抵挡一切困难吧 小小的福宝睡在妈妈大大的壁弯里 要摔倒的时候爱宝会下意识接住她 还用手掌轻轻安抚女儿哄她入睡 并且福宝从小到大没喝过一口盆盆的 体型和妈妈差不多大了还在喝磨 爱宝疼得字牙咧嘴也不舍地推开女孩 在爱宝的吸星呵护下福宝倔壮成长 每天变着花样闯或惹妈妈生气 无忧无虑地长到了该离家闯荡的年纪 而当福宝最后一天营业的时候 他似乎预感到自己要离开 到处标记给妈妈写告别信 几天后爱宝闻到了福宝的气味 眷恋般地抱着木桥蹭来蹭去 在这个地方待了很久都舍不得离去 还坐在福宝原来的位置上一面 离别注定是伤感的 但未来也值得期待 希望福宝牢记妈妈和爷爷们的爱 未来雄生每一天都要快快乐乐 谭爷爷推广大使投诉票超200万 才明白谭棉花的感情有多受人喜爱 最近成都市园推广大使开启投票通道 最终将选出12名大使参与宣传活动 令无数猫粉欣喜的是谭爷爷也参与其中 于是纷纷奔走相告合力将他送上了榜首 截止目前谭爷爷的票数已超过200万 甚至比其他选手的总和还要多 而谭爷爷之所以能断牙是第一 不仅是因为他对大熊猫的认真负责 还有他和花花的感情温暖人心 花花性格好 就是给他一点吃的 人家可以进去给他抹脸子 我为的熊猫都很信任我 其他熊猫好 都是用那个自来水管给他冲 前面花花过滤 可以进去用帕子给他抹 你其他的超过半岁他都会抓伤人的 谭爷爷嘴上对所有熊猫都一视同仁 可每当谭及花花脸上总是掩饰不住的宠 谭爷爷给其他小熊的苹果都是大款 而花花的果果则是薄片平日还会有家餐 苹果耿快的或者大款的话 他吃东西吞牛怕它卡住 一般人苹果都给他切的比较小款 看有时咬不断我们就给他准备了竹粉这次 甚至就连窝头也会掰碎喂给花花 可见谭爷爷是真心把他当亲孙你看看 当花花生病吃不下饭又情绪不佳时 正在休假的谭爷爷立刻赶回基地 亲自接最爱的大孙女回家 醒来后的花花还有些睡眼惺忪 再看到爷爷的那刻眼睛都亮了 立马上前贴贴表达思念之情 随后心满意足地看着最爱的爷爷 因为感受到对方浓浓的爱你 花花对谭爷爷也非常依赖 看到爷爷正在给叶甜甜喂小瓶 花花边吃窝头边眼巴巴吵 活像个被抛弃的可怜娃娃 而谭爷爷自然也舍不得孙女受委屈 赶忙走过来亲手将苹果喂到花花嘴边 谭爷爷离开市花宝 记忆不舍地看看 感觉今天的苹果比以前的更甜了 当新来的奶爸来给花花喂小苹果时 因为担心被咬总是放进去就抽出手 花花下河短没吃进去就掉了出来 眼看宝贝孙女拢过没吃到几块果果 心疼的谭爷爷顾不得让新奶爸练手 上前飞速往花花嘴里塞小苹果 心想好险宝贝孙女差点就饿死了 谭爷爷把所有温柔都给了他的宝贝孙女 而懂事的花花也从不舍得让爷爷受伤 每次都会等到谭爷爷抽走喂苹果的守候 花倒机才会用力地嚼碎小苹果 满眼深情地看着最爱的爷爷 都知道花花现在是亚成年熊猫了 虽然是战武渣但也有领地意识 有时还会驱赶来投喂的奶爸能妈 但花花却允许谭爷爷近身接触她 哪怕在喝盆盆乃也没有半分互时的想法 只能说永远会为谭棉花的感情所感动 希望谭爷爷顺利当选诗员推广大使 带着宝贝孙女花花一起出道 让更多人知道谭棉花组合 每个饲养员对肉肉的第一印象 都是乖巧可爱胖都的 就连圈内熊卖最广的牛奶妈 也躲不过我们肉姐的体型暴击 肉肉从小就比其他小熊紧扎一些 还是个好胃口的大胖丫头 一听到谭爷爷的呼唤她就知道要开放了 好朋友心烦一根笋笋还没有吃完 而肉姐已经炫完三根大笋了 当小熊友们聚在一块吃小猪笋时 眼间的肉姐突然发现角落有个屏幕 随后边吃边得意好语 独享最像 此外聪明软萌的肉肉也俘获了谭爷爷的心 小家伙渴了后就自己跑到水龙头那里 让谭爷爷打开水喝完还会让对方关上 一整个就是要成金的钱购 并且谭爷爷曾说肉肉长得最紧扎脸最大 来钓猫时总是能第一眼认出她 其实不仅是因为肉姐有着最庞大的体型 还因为她那所向披靡的抢食精神 哪怕别的小熊已经吃到嘴里了 肉姐也会扑上去从熊家嘴里抠出来 急得谭爷爷不停用吊猫肝敲他屁股 只能说肉肉是美食的忠实性能 当他从睡梦中醒来时害怕错过饭呢 肉肉就掰开好朋友骄傲的嘴闻闻味道 确认他没背着自己偷吃才肯安心 最终肉肉因为吃得太多长得快 成为第一只因体重超标而提前毕业的小熊 梅兰肉肉不仅长相可可爱 抡起拳头来也比其他小熊都快 因为奇异抢了自己的苹果吃 愤怒直拉满的肉肉抡圆了暴揍他 火星子都快要冒出来了 并且肉姐还是只不拘小节的小熊 镜头下的她边吃竹子边制造青团 或许是对自己的巴巴很好奇 肉姐抓起青团好奇的闻了闻 并均匀涂抹在了自己的宽屏大脸上 果然还是年轻好黑历史都是高清的 都知道肉姐从小钟爱香甜可口的南瓜 只见她用身体挡住南瓜后观察摄有反应 看到梅熊在意后立马叼着南瓜钻到木床下 还若无其事地哄走了来找自己玩的朋友 只能说在吃这方面肉姐足足有巴巴的心眼 有次奶爸把她的南瓜分给了其他小熊 结果肉姐看到后简直要气息就了 此后在吃南瓜时就会吃一口藏一下 有时肉肉看到奶爸给永永爹地加餐 却没有给自己立马变得委屈巴巴 直接化悲愤为食欲框框啃竹子 虽然我们肉姐笑声粗管的心 但白起造型来还是很有气质的 一整个迷死人的小妖精 不愧是猫粉们一眼外眠的心上熊 是家族的成员有多爱干净 蒙二起床第一件事就是拽过毛巾 仔仔细细把脸蛋躲躲踏干净 心想又是我二小子率晕众生的一天呢 完事后蒙二还会把毛巾亮起来 顺便把自己睡的凉席晒到太阳底下 一整个就是爱干净讲卫生的模范小学 有时黄连奶爸没时间给二小子洗澡 蒙二就扒了饭盆里的水仙搓把脸 之后又把两只脚伸进去孤语 感觉清洗得不够到位 蒙二更是直接伸手搓脚丫上的鬼 一举一动都可爱到爆炸 而蒙家大少爷蒙大同样热爱洗澡 只见他坐在盆里奶爸往他身上滋水 蒙大不停变换姿势不放过任何步 终于知道大哥为何白得发光了 先前洗澡借出了新产品沐浴草后 蒙大大是用拾洗的内窖一个颠口 给面面奶爸斗得刺着大牙傻了 此外蒙大不仅爱干净还很热心潮 曾经趁穆叔不注意见了他一身水 甚至当初和三弟蒙兰做邻居时 蒙大还热心地帮弟弟洗个澡 只不过虽然蒙大大开心得不得了 可把蒙兰给恶心坏了恨不能脱掉皮带 而这也让三太子养成了爱干净的习惯 只见蒙兰坐在大浴池中拨弄死花 然后像模像样地搓起澡来 争取不放过任何能藏屋内垢的地方 洗到浑身舒坦后 蒙兰来到吊栏旁边 拿起穆叔事先准备好的毛巾开始擦 背后够不到就铺好毛巾再躺下蹭 一整个就是要成金的钱送 看着今天阳光正好适合晒太阳 蒙兰叼着湿搭大的毛巾爬上木甲 并特地将毛巾摊开挂到树上晒 很难不怀疑蒙兰皮套下藏着人 不过蒙家兄弟几个之所以爱干净 其实是遗传自老妈徐蒙蒙女士 蒙蒙早上第一件事就是漱口洗脸洗脚 仔仔细细的一项都不能落下 徐老爷为了让闺女有更好的生活体验 特地提供了各式各样的雄性化洗澡方式 普通淋浴款蒙蒙不太喜欢一掌打掉了喷盘 豪华喷头款蒙蒙玩几眼的卸掉了阀门 唯有浴缸泡澡款是蒙太后最喜欢的 服务员还会手动提供淋浴服务 对此蒙蒙表示太喜欢了下次海岸 此外他不光自己爱干净还强迫孩子 当蒙蒙还在基地带蒙保蒙玉的时候 看到熊孩子玩耍时蹭花了两半 蒙蒙非要把小玉拖到水池里洗干净 还把闺女堵在墙边不让他逃跑 直到把蒙玉洗到白的发光太坎发小 只能说大熊猫活得比两脚兽还精致